好 为你插播这最新消息 刚刚提到艺人大饼再度吸毒被抓 虽然他矢口否认有吸食 但是呢 这个警方呢 还没有采信他的说法 今天上午就依照了这个毒品防治条例 将他移送到板桥地检署 而这个大饼是强调说 他当时只是去找朋友 没有想到警察就这样突然找上门了 好 警方呢 到底要怎么样来诠释他的这个说法 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的现场情况 就连线给记者丁信雅 在板桥地检署 入骨洋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 对于李姓女子跟雷姓男子等两名毒犯 进行长达三个月的监听之后 在昨天凌晨6点执行29处的同步搜索 在我们执行当中 意外的查获某位知名的艺人 也查获了17名的嫌犯 以及两支改造的贝塔锁枪子弹以及毒品等等 那么在查检的过程当中 这名知名的艺人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懊悔 那么在此感谢各位对于警政工作支持 谢谢 他在征讯过程当中是不是说这个有打电话回家 那有没有跟家人讲些什么 情绪的可以跟我们聊天 情绪还很平缓很平和 谢谢 那这边艺人跟这些迪拜有什么关系 很有关系 那他透露说有买毒吸毒在什么 这个啊 这个有关于案情的部分不便说明 谢谢 他昨天在现场感觉的时候是有吸血状况吗 没有 那他说在家里自己有吸毒吗 这是案情的部分不便说明 谢谢 所以我们有说要采尿疫情绪吗 这是应该 采尿是应该的程序 应该的程序 那跟艺人大饼的情绪是不是有严重的波动 哎呀 很平和 那时候客门进入的时候 他看到警方他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没有很惊讶的情绪吗 每位都很惊讶 在场的每位都很惊讶 好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